台北市拼家新新北市拼家架双北市长呢 似乎是在较劲 到底谁能够成为市民的更多小确幸的首长呢 新北市长朱立伦是首创出产检五天半的新假 那么配偶呢 如果是陪产检也会有两天的假期 你加薪我放假 闷惊时代要让民众有感 双北市长纷纷推小确幸措施 产检假跟陪产假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对鼓励生育下一代 继台北市长好龙兵帮临时雇员加薪后 新北市长朱立伦抛出三大优惠产假 现在妇女没有的产检假 新北市年底开始孕妇可勤五天 但属半薪病假 准爸爸们的陪产检假也多两天 但要并入试假也属无薪 陪产假比现行中央规定的三天再多四天 但多出来的假一样无薪 表面上看起来多假 但大多附属在原本的病试假中 即使如此台北市长好龙兵 还是第一个跳出来表示跟进 现在陪产假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我也非常的赞成 我已经要求劳动局在做积极的评估 台北市确定跟进 甚至不排除加码成有薪石之架 但基隆和桃园评估后确定战不跟进 双美市小确幸施政赛跑 看来越来越热闹